香港人就要等到好处才要来做选事 再来核心就要用自己的转动来帮助别人 当地家乡参与核心就在好好地产业之下 来到人爱之家李秀嘉雯 要主持和小朋友来享用 并且由当地家乡的当事党 持得兴发红包来和小朋友 希望可以让他们过一块来和你 核心做会来煮到各种的料理 看起来是相当的好吃 这是当地家乡参与核心 在航空的当地家乡来到人爱之家 买会煮料理来让人爱之家的小朋友吃 今年我是第二次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其实在团队里面可以学到很多 平常上课比较不会接触到的东西 然后很开心可以来这里 就是煮午餐给人爱之家的小朋友吃 为了要有核心有实实的机会 当然也能用自己的专重来帮助别人 当地家乡每一年的过年竞争 都会与核心来到人爱之家 买会煮料理来让人爱之家的小朋友吃 今年已经准备了10日多的菜式是相当的澎湃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学到一些 在课堂上比较少会去接触到的 像是说菜窑上基本课堂上的菜窑 那但是宴会的菜窑又是不太一样 所以难度会提高 那也是平常我们在这个专业的课程上给他们做训练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就需要这个时候的时候他们这个技术就拿得出来 今年大概是12道菜创意加油 由12位老师的带着学生来制作 然后跟他们一起享用连菜 习董事长特别为了人爱之家 然后准备了60个小红包 寄祝他们新年快乐 同地跟上当室长口袋乡 也特别来跟现场 来发生黄包给小朋友 以及来来出别的辨民表演 小小朋友笑得很开心 今年是进入第三年来关怀我们儿少家园的部分 那今天有准备了大概250份的餐食 要跟我们的小朋友跟工作同仁一起做分享 那也非常感谢同德家商这三年来的关怀 那么小朋友也利用这个机会 可以学以致用 看到同德家商这些小朋友 将他们的最好的拿手的手艺表现出来 也希望这些小朋友感受到 我们同德家商小朋友的爱心 也希望以后有回馈的想法 然后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 航空机关用心尊别爱心瓦丹 也好丽来自家相当的感谢 也希望透过瓦丹 让小朋友可以带来感受过多气氛 未来也可以来回馈社会 接下来林轩彩虹博多